共产党已经在美国了 你的舰队你能把纽约炸了吗 对共产党最大帮助的就是华尔街 你的舰队你能把纽约时报炸了吗 纽约时报里边对共产党的吹评 远远胜过你航空母舰的能力 对吧 美国的这些给共产党合作的人 包括在美国刚刚起初那十几个人 他怎么来美国的 为什么早不抓现在才抓 对爆料革命对七哥威胁 试图遣返七哥的这些人 包括法律阐述的你为啥不理案 对吧 你是美国航空母舰军队能解决的问题吗 你的航空母舰军队是很脆弱 在俄乌战争当中你发现了 导弹是最没有力量的 最有力量的是什么 是社会的制度 最终打的还是钱 最终打的是媒体和人心 虽然是高科技新科技 现在西方占了上风 但根本问题是一个社会制度 还有金钱 为什么世界这么多人打了疫苗 而且是越有钱越有权 越是高知分子的越大 恐惧死亡 自私 无知 官僚 所以说文化上 军事上 经济上 对共产党的误解 和贪婪和无知 是所有这些灾难到来